区和县的区别 在我国现行的行政区话题系中 区和县是直辖市和地级市管辖的 下一级行政区的级别抽位 在一般情况下 他们的级别是一样的 区是地级省级市必须辖有的 换个角度说 假如一个市没有下辖区 那就一定是一个县级市 如果一个行政区域下辖有县而没有区 那它只能是一个地区而不是一个城市 而县和区的基本区别在于 区是一个中心城市的城区 城近郊经济较为发达 城市建设较具成就 文化建设较具品位的区域 而县在各方面都要逊色 甚至更要落后些 从权力上讲 县的权力比区要大 主要是县的独立性比区要强 从行政级别上看 区和县最少是平级的 省级城市的区的级别比县高 相当于地级市 市面上的质量 哦 所以